要说到何炯和李一峰两个人站在一起 其实可以说出他们两人之间很多的差别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没错 就是他们的身高 虽然何老师本人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现实 但是李一峰却是很诚实地指出了何老师的这个缺点 为了给自己的导演处女做宣传造势 何炯也是够拼的 一上场就大爆李一峰和张慧文这对戏中小情侣的料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就是蜂蜂每次看到慧文特别喜欢就这样摸摸他的头 那个蜂蜂版慧文叫小朋友 当着何炯的面儿李一峰倒也配合 立刻和张慧文现场演示起了摸摸头 惹得台下女粉丝尖叫连连呢 那小朋友和许诺学长 是小朋友 啊 什么 在做宣传呢 眼看这宣传效果不错 何炯打算把李一峰这枚当空炸自己消费到底啊 突然 蜂蜂就是底下突然紧紧地把张慧文的手抓住了 突然这种不需要的真心接触就让这个女生领头 当然啦 你可别被台上了一封真逆来顺受 丝毫无害的鲜肉模样给欺骗了 其实私下里的他可没少埋太何炯啊 你可以从才华 颜值 个性各方面评价 为什么您要说身高不太高 我错了 我错了 虽然何炯一直在极力调动台上几位主演的情绪 但李一峰似乎有些不在状态 也难怪了 当天除了《枝子花开》的发布会之外 李一峰还赶了三个场子 而且每一个相隔时间都非常的短 几乎是结束上一场 他就要立马动身赶往下一场 再加上李一峰对自己出镜要求比较高 常常都要换一身行头 这一天下来能不累吗 有了星天地上还采访不到 有了星天地上